今天我们来做蝴蝶酥,层层起酥,香甜酥脆,看着颜值,在听着酥脆的声音,每一口都是享受,越吃越香,将屏幕上方所有食材放入盒面机中。 启动盒面程序合制光滑面团。 蜜蜂静置松弛20-30分钟,120克黄油擀成15×18厘米长方形,放冰箱冷藏备用,桌面撒面粉,将松弛好的面团擀成20×30厘米,包入黄油,捏紧四周收口。 然后面团擀成25×35厘米,进行第一次折叠,折四折,冰箱冷藏15分钟,面团取出擀成25×35厘米,进行第二次折叠,折四折,冰箱冷藏15分钟,取出面团继续擀成25×35厘米,进行第三次折叠,折四折,冷藏15分钟。 最后一次把面团擀开,擀至20×30厘米,撒一层白糖,用擀面杖稍微擀一下,进行最后一次折叠,折六折。 冰箱冷冻30分钟,冷冻好的面团取出切一厘米的厚度,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,上下火180度烤25分钟。 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,超级酥脆,每一个都是爱你的形状。